欢迎收听宝岛观世界 我是主持人矢板明夫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了这个历史学者 也是网红的李文成 矢板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对这个你最近好像是蛮活跃的 你的那个节目办的好像不错 最近在流量上终于追上呱吉了 然后你还有那个就是 出的最近又出了一本书 关于中国的历史的 没错 其实是我中国诗 对是整个从头到尾 把中国历史从头 是就介绍这个农耕文明 它是怎么样越来越排外 然后在容纳了不同民族之后 为什么进到这片土地来的人 他对于这个国外的仇恨值 一直往上拉高 就很符合当前我们看到一些社会现象 对所以说我觉得要从这个 谈中国史要从比较客观的 这个角度来谈 按照中国的天天强调自己 这个中国人民勤劳勇敢 等等的这个地大物博 这些这些史观 当然是他们自己说是很重要 也有这是一个侧面 但是应该更客观完整的在谈 那那你就有没有谈到918 918一定有谈到的 因为它是近现代算是影响中国历史很关键的一个因素 而且石板老师应该有注意到 过去其实中国论述都是说对于八年抗战 但是过去这几年他们改变了 他们变成说是14年抗战 那个起点就从918开始 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了 就是说我们先谈这918 为什么今天我们谈918 就是说在深圳的日本人学校 有一个10岁的这个学童 然后被一名44岁的吃刀的 这个中国的暴徒刺伤 然后在就在9月18号这一天 然后当时在中国各地正在进行抗日战争 纪念918的活动 也就是过度渲染这些民族仇恨 可能是变成这次行凶的一个原因之一 这个对日本引起了非常非常大的波动 这个相对着日本人 就是正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因为他被袭击的理由 是因为他是日本人 另外一个他是一个基本上 就是一个小孩子 没有危害到任何人的状况 这种无差别性的这个袭击 这点是使日本人非常非常害怕 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撤侨 或者是日本企业从中国往外撤的 这个事情可能会出现 那么918这个事情的话 这个日本看918和中国看918 和这个台湾看918也是很不一样 这个台湾在台湾内部也有不同的人看918 对不对 有的人认为是国耻日 这个有人就是无感就是做一个历史在看的 那你在学校受的教育 然后你后来当议事老师 你教学生 你现在对918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自己在青少年这段讲到918事件的时候 应该提到都是那个不抵抗将军张学良 就是我们站了一个立场是 张学良的人生当中做过许多糊涂事 包括他说他在中原大战的时候 决定选择入关 然后跟蒋介石合作 让这个中华民国有机会统一 但某种程度上他就放弃了奉系他们的自主权 那再来呢就是在跟日本的这个事件之前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关键 叫与苏联之间的中东陆事件 因为他一直很相信说蒋介石一定能够在 他跟苏联发生冲突的时候去给予协助 结果没有 等于张学良是被丢包了 然后他独自面对苏联的时候被打残 所以我必须得强调这段史实 你才会知道为什么他在918选择不抵抗 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兵力可以去选择了 再来这个糊涂蛋 后来又在这个西安事变当中 去兵剑蒋介石 所以当时大概是一个这样的论述 然后他一个糊涂是陪蒋介石回来 没错又傻傻的跟他一起到南京去 送美龄的劝这样子 这家伙就是 他如果当时出国去 我想他的人生就不一样 没错就是他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智不爱 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人 每逢大事必糊涂 但是中共对他的描述是很厉害的 说他三兆统一 中原大战帮一次 北伐战争帮一次 西安事变再帮一次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人以前我在受教育的过程 我会觉得他距离我蛮远的 所以可以云淡风心的这样讲 那我现在长大了 是自己在做历史教育 我会给学生另外一个观点 就是说 那如果你当时是台湾人 你是一个活在台湾1931年的人 其实你看待这件事情 你就觉得他就是一个国外发生的事情 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你的母国又成功扩张了 然后又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那你在东北人的某些特殊族群的角度 他是一个女征复国的概念 所以溥仪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他的满洲国 而且满洲国从1930年代一直到二战结束之前 他是整个亚洲的经济成长最快速的地方 甚至比日本本土还要来的更多 对918事变 刚才你讲中国的就是说 从77事变1937年到1945年 原来就是8年抗战 后来建成14年抗战 600从1931年开始 这7年也加上去了 这个14年抗战是怎么来的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的 但是我当时在北京 那个时候有一个中日共同的历史研究 然后中国从江泽民以后 他说中国的二战 之前没有说过 就是说江泽民以后就说 中国是被日军 他有时候伤亡 有时候说杀害 是3500万人 这个数字说出来 日本人当然吓一跳了 那个说怎么会那么多 然后就怎么数也不够 数不出来 数不出来 然后后来问这个人数是哪来的 他们说应该是 就是说所谓的三年的困难时期 就是自然灾害 那个时候饿死了3000万人 那么共产党都饿死3000万 不能日本人杀的 比共产党饿死还少 所以就往多说 就给加了500万 这3500人说出以后 然后他要全国做抗战史 各个省做边省史 然后把数字怎么加都凑不够 那怎么办 算我们抗战14年 很去弹性 往前面加上去之后 如果14年的话 等于说1931到1937之前 只有东北 其实并没有全面爆发 但是说时间长了以后 那就要慢慢再算 所以说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困难 包括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 中国说是30万人的 写在各种每年纪念活动 都是30万30万 但是南京大屠杀 有一面牺牲者的墙 然后只有一万多个名字 是网上刻的 后来被日本的记者 一开始刻完名 日本记者指出来一个说 你这一万多人没有重名的 这个应该按统计学 是一个不对吧 奇迹 所以后来就马上多了很多聪明 就改变了 其实这样的话 也是就是说 这个数字是硬弄出来 当然说因为中国的很多史料在遗失 所以说这个数字应该是 就是说确实有遗失的 但是说在日方就是说 日本说你说我杀了你30万人 我都认了 你先把名单拿出来 这是第一步 你让我认了 你名单都没有的话 我怎么认 对 而且我听过一个说法是 其实南京大屠杀并不是在 1949年国共内战结束之后 毛泽东就立刻开始经验 因为他们当时甚至还有一种说法 他在接见这个日本的特使 大使的时候 他想说这个事件 其实对我们共产党而言是一件好事 所以你会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语境之下 他创造出很多日本人的罪恶 举个例子 好像说三光政策 杀光 烧光 抢光 其实如果你真的有研究过日文 你会发现日文当中好像光不是这个意思 对 这个是日本人最奇怪 这个东西翻译成日文 日文叫近 就是光 日本的光只有光线这个意思 如果全部用中文光就是全部吃掉杀掉烧掉的话 日本应该用近 所以说日本翻译成课文说 日本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 就是烧尽杀尽抢尽 然后但是说就有人说了 因为日本人语言中没有光字 日本的军官给日本的士兵下命令 为什么不用日语下 变成一个中文 变成中文下 所以说后来大家 就是说查定三光政策是 当年蒋介石在江西反 就围剿共产党的时候 他下面的有军阀推行的是三光政策 这是中文的 所以大家都能够想得通 然后这个三光政策 后来就写入抗日的宣传的剧本 就变成日本人的政策 所以说这个时候 所以日本人有时候 因为中国人说的 日本战败国也没办法抵抗 就把三光翻译成日语 还有很多书在写 我们实行这个三进政策 我应该在看的时候 以为是日月星你知道吗 三光者日月星 而且我不晓得 士帆老师会不会有一种很奇怪的感受 就是我们每次在读历史 无论是这种战争史 91877 其实你看到更多是一种 对于当时的一种反省跟检讨 就是说这个冲突 它到底怎么要爆发起来的 因为以我们在看日本史的时候 也会发现 其实日本从明治为亲以来 一直都有所谓下克上 这样的状况 好像最早跟台湾有一个很相关的事件 叫牡丹社事件 就当时西乡从道 他们希望进兵台湾 因为他们有真函论跟真函论 两个说法 那当时西乡从道 要从九州出兵之前 其实大九保利通 已经获得英国 法国 美国 都是不支持的 所以他亲赴前线 跟这个西乡说不要出兵 但西乡觉得 这已经目已成舟了 这怎么可能不出去 所以第一次下克上就出现 我其实在读918之前 也会跟学生特别提到这个概念 他其实日本陆军部 越过了他们原本的决策系统 所做出来的一个冒进的动作 那最终他成功 其实这个成功很危险 因为他其实给军部 一个很不好的hint 就是说 以后其实不通过 这个所谓的正当程序 我只要觉得对 我就可以去做 这是后来导致日本帝国 一个很大的危机 就是所谓的下克上 就是完全失控 日军变成一个失控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战争 就是说确实是历史的悲剧 我记得就是中国有一个作家叫莫言 然后他参加中国作 这个作家协会去拜访 这个辽审战役纪念馆 是 那时候呢 然后就是当年是国民党 中共内战的最著名的辽审战役 在东北 然后在里边呢 就是说 刚才看到各种什么烈士的遗物 战争的各种各样的图片 是 然后每个人要写一句话嘛 然后一般的作家写的什么 革命烈史永垂不朽啊 什么吴王 什么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自什么先烈的牺牲啊 等等 都是这么写 然后呢 莫言呢 他就写了一个对联呢 他就写的是 就是说 炮火连天 只为改朝换代 然后失衡遍野 都是农家子弟 我觉得这个一下就把他自己的高度提升出来嘛 他就是说国共内战 你炮火连天 其实就是两个改朝换代嘛 共产党国民内战嘛 但是死的双方死的 全是农家的子弟 对 我觉得这一点的就是情怀和高度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什么 就是说我们 当然我们看到历史 历史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 这个我觉得 因为应该站在人类的一个广泛的高度 来反省嘛 当时日本是有军队 有军部 他们拿枪去请约一个比较弱的中国 但是如果说你只把仇恨 要变成从中国对着日本的话 那什么时候日本弱了 中国人拿枪的话 可能这个悲剧就会倒过来重演嘛 所以这样人类就没有进步嘛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这种宣传这种抗日 特别是918 1931年 在今年已经93年以前的事情啊 是 说真的我觉得中国人 现在还在为93年前的事情念念不忘 日本人已经传过很多代了 对不对 参加918的那些人的话 估计孙子 从孙子可能都退开退休了 年龄 对不对 所以说 然后还是念念不忘 然后中国对这种 怎么说呢 战前对日本的 特别是纪念日非常多的 我觉得七七是鲁沟桥事变 918是这个 就是918事变吧 还有这个8月15是日本投降 然后9月3日是抗战胜利 然后12月13日是这个南京大屠杀 3月1日是满洲国建国 怎么感觉中国都在绕着日本走啊 然后每一句都是国耻日 基本上如果照这样下去的 我估计将来还会有什么 赵一曼牺牲的日子 杨静宇训国日 然后这样下去的话 真的每天都是国耻日的话 这个就不要看别的了 这让我想到蒋介石的日记 蒋介石的日记 每次到了最后结尾 都会写两个字叫血耻 然后你会发现 他血了一辈子的耻 不知道血到哪里去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怎么说呢 这种仇恨教育确实是 让中国很慌张 很糟糕 就是说比如说 日本过去 这几年前 2021年的时候 日本的索尼 他出了一个 一款新的相机 然后他 我都有新商品 然后他做这个 在网站上开始往外推 然后那天正好是7月7号 是 结果就是 被中国的这个小粉红 是 网抗议以后 这个马上索尼就延期了 然后中国也用什么 煽动仇恨为理由 罚了100万 人民币 然后索尼 我觉得索尼他那个 绝对不可能是挑衅中国 他想卖照相机 他怎么可能挑战中国情绪 但问题是 中国的纪念日太多了 他搞不清楚 对 他哪一天发 搞不好都会辱到 他们那些小粉红 所以像你们这些学历史的 将该可以到 日本公司当个顾问 告诉哪一天 哪一天 恐怕他能发表的时间也不多 这样子 不过老师会不会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好奇 就是像说 现在他们中国的小粉红子 是冲在前面的 比如说政府 他现在某一个意识形态 想要表达的时候 他可能可以不用自己去讲 他交由这群人来 但当战狼冲过头的时候 他们政府有刹车的机制吗 这个就没有刹车的机制 我觉得像这个 这次发生这个事件的话 我觉得对中国来说 是最尴尬的 就是他基本上 民族主义挑动起来的话 基本上我觉得 其实中国也不想见到 这个日本的企业 开从中国往外撤 日本的观光客不敢来中国 那中国的经济 现在就很惨了 一定更加雪上加霜了 但是这个中国 已经某种因素 已经失控了 是 好我们继续讲 就是刚才中国 这个失控的问题了 比如说这次 这个日本的小学生 被袭击之后 中国的媒体 基本上是没有发表的 然后中国的 这个警情通报 中国的当地警察发表的呢 也没有提被害人是日本人 为什么这么做呢 当然他不想把事情 尽量压下去是一个 另外一个 他如果提出是一个 日本的小孩 日本人被中国人杀的话 在网络上 那个中国人会变成民族英雄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让中国会更难堪 在国际上 然后可能会有示范作用 会有示范 我觉得其实等于说 这是第二期 第一期是六月份 在苏州 在苏州的话 那一起的话 中国就是到现在为止 也没有一个完整的说明 就说中国的失业者 现在日本人能了解的 苏州那个犯人 苏州是 他去杀日本的小孩子 然后有一个中国的校车 校车阿姨挡住了 那个校车阿姨过世了 然后中国给的 这个中国给的消息 就是一个是52岁 第二个是失业者 然后呢 任何消息都不知道日本 所以说这个日本也是 按理说 比如说像美国刺杀川普 马上这个犯人的什么信息 全部亮出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媒体 就是为他的动机什么 只告诉失业者的话 日本人更害怕 中国失业者那么多 因为失业力都快20%了 年轻人都快要将近四成了 所以说那失业者能杀人 那更害怕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糟糕的一个事情 那么 对 我觉得因为在中国 他们现在的这种 民族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 其实他们必须要 一直去找到一个出口 就是我们人在生活的状况 条件一直不断的下滑的同时 你就应该会去找到说 到底是谁害我变成这样的 那台湾的年轻人 可能他找到那个情绪出口 是民众党嘛 虽然他现在已经被羁押了 但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的 那片土地的年轻人 其实他更绝望 他到底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或许每一个人心中的答案 都是同一个 都是在北京那个 长得像小泉维尼的家伙 但没有人能够讲得出来 所以他们的政府 必须要去转移这种 愤怒跟焦虑的情绪 那转移到什么人的身上 会对他们当下最无伤呢 那就是挑最温和的 他们的邻国日本 其实日本跟中国的关系 一直都很不错啊 你可以看到说 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之后 其实第一批进去到中国投资的 其实就是日商 因为日本其实他一直在战后 我觉得他对中国 好像都有一种负罪感 就无论是对中华民国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其实关系都保持的非常良好 但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觉得中共政权 势子挑软的捏啊 你如果真的要回望历史 你真的说19世纪 20世纪那个阶段当中 谁伤害中国最多 其实俄罗斯嘛 你可以发现说 美国在那个庚子赔款之后 给了他们很多钱 去盖了清华大学 然后很多的这个军援 金援 无论是在后来的国共内战 还是在二战期间 都是美国提供的啊 那美国一个对他们这么好的国家 现在被他们当成敌人看待吗 为什么 因为对我好的人 我可以欺负他 日本也是嘛 日本人对我还不错嘛 我就尽量去诉诸于这些国旨 但俄罗斯呢 你看像我们聊到这个918事件 讲到是东北 我们看到整个1920世纪 东北地区 他是被苏联多次的进行屠杀 刚迟到的中东路事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江东64屯 那个都是明显的苏联人 对这片土地杀害的 非常血流成河的故事 可是为什么他们现在不敢讲 他们现在连那个爱魂条约 更让了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他们也不敢提 而且大家可能会以为说 那爱魂条约已经是历史事件了 中国是一个历史事件 它是最不尊重的啦 你看跟英国签的那个中英条约 可以当历史文件这样 爱魂条约他们怎么就不敢说 历史文件我要收复我的师徒 因为是他们俄罗斯老爹啊 如果这个对象是韩国或日本的话 我相信他们张牙舞爪 但你知道其实那个合约 确定说这个国土真的是给俄罗斯 是2000年代以后江泽民时期 我觉得现在当然很多台湾人会怀念说 哎呀胡温时代啊 或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好像比较温和 实际上一样啦 都是73.82的本质 只是现在变本加厉而已 其实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啊 首先为什么中国会闹共产党 跟俄罗斯有非常大的关系啦 这个我们看到历史上 就是说当年就是中国刚刚清末结束之后 辛亥革命刚刚结束之后 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读书 开始接受西方的思想 一开始他们是倾向这个西方的这个自由民主的 然后一战就爆发了 一战爆发之后呢 弄一个巴黎和会 是 弄一个巴黎和会呢 然后当时呢 就是等于说帝国主义分赃嘛 对 把中国的德国的这个 在德国在中国的权利交给日本 对 所以消息传到中国以后 就发生了这五四运动嘛 对 五四运动大家就觉得西方你们这些人太坏了 对 这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刚刚膨胀起来嘛 是 然后呢 正在这个时候 几乎同时俄罗斯的十月革命 对 然后呢 俄罗斯十月革命那时候呢 他为了收买中国 就说以前的不土兵条约 我们都那个什么 不算了 是 要招个中国的土地 还给中国 然后中国像李大钊 陈独秀这些人觉得 哇 这是好人嘛 是 所以都完全就倾向于共产党 所以中国共产党就起来了嘛 但是到现在为止 当年德国那些土地 巴黎和会土地 中国人全要回来了 对 老师说还的那个家伙 到现在一村没有还 对啊 老师我觉得这个故事听到这里 就跟你这样讲 好像对当时的中国来讲 如果民主是绿色 这个地质是蓝色 对 然后就有一个人告诉你说 我坚持不蓝也不绿 然后我三天中间 我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对 就是年轻人 知识分子就觉得 那好像是未来 可以期待的方向 对对对 同样的故事 在各国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重演 但结局都是一场悲剧 对 结局都是 被骗得很惨嘛 对 中国这个 历史上付出了非常残重的代价 没错 对 因为刚刚老师有提到说 在那个大灾难时期 有三千多万人牺牲 我记得张荣在他的书里面 就有提到一个概念 他说 真正被核子武器伤害最深的国家 不是日本 日本在长期光岛 当然是百万人的这个牺牲 非常的令人难过 没有错 可是实际上可能牺牲最多的是中国 因为中国在那个阶段 他为了要获得这个核子武器的技术 然后要获得阿尔巴尼亚 这些所谓盟友的帮忙 他无视国内已经发生天然灾害了 仍然把大量的粮食运到国外去 就导致国内几千万人口的死亡 所以真正被核子武器伤害最深的 他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对对 是这样 所以说 我觉得共产党和这个苏俄 这个苏联或者俄罗斯 这个这一段怎么说呢 就是爱总统前不久 他在这个救人一百天的上电视节目时候 他讲到 就是说中国要想吞并台湾 并不是为了领土完整吧 没错 如果实际上 他应该向俄罗斯去要土地 让俄罗斯现在正是弱的时候 对 我觉得这句话最重要 对不对 我总觉得赖总统个性好像是蛮差的 然后最近讲的好多话都指出了人家废管子 对对对 然后823的时候就有提到说 你看不是我们有了民进党之后 中国共产党才要打我们 823发生的当下还没有DPP这样 对 据说 我觉得那个据说 这个习近平他最近最擅长的叫 给人指名方向 给美国给日本全世界到处指名方向 所以说他有一个外号叫指南针成精 然后赖总统就给他指名方向 赖总统来真正遥控东亚局势的大师 说明虽然你是指南针成精 但是说你方向还不对 你要往北边走 如果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 某种我们抛筷 就是中国当然说应该是不会做 但是如果真的他转换思考的话 他打台湾 不管结果如何 要全世界为敌 现在日本美国欧盟这些国家 也许不出兵 但是说至少要制裁 至少站在台湾这一边 中国将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制裁 而且台湾有台湾海峡 台湾还有防守 台湾国军这70多年 没干别的事情 就防卫他打过来的忙 就做这一件事情 至少我觉得他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俄罗斯那边很空虚 在找北韩借武器 已经穷成这样的话 真的我觉得解放军根本不用 什么百万大军 派个三五千人 估计西部160万平方公里就搞定了 而且目前解放军 其实强大于陆军方面 海军其实他的航空母舰 他还不如百年前的日本 所以应该是要拿到自己的长处 去打现在敌人的短处 而且他一旦打了俄罗斯之后 我相信现在西方各国 可能甚至连台湾 都会重新把他 拥抱在怀里面 对 我觉得中国形象马上就改变了 因为那个怎么说 欧洲他们都想打不敢打 怕是有核武器 如果后面一下过来的话 这个是当年 史大林最害怕的就是被赴受敌 现在同样的状况发生了 对啊 普京本来要灭武克兰的 灭国战争 现在打成卫国战争 我觉得老师 你刚刚刚有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外交政策 当年其实中国能够经济崛起 能够改革开放之后 有这么好的荣景 就是因为他选择站在美国的这一边 对 在当时大国博弈之下 有基辛吉这些人 黑皮成为熊猫派 你们现在希望美国再重新出现熊猫派 也不难啊 对对对 夺回自己的师弟 找回自己的国际地位 然后同时可以振兴自己的经济 三管齐下 三权其美 对 我觉得中国党 共产党的应该有一些有识之士 他们知道就是 邓小平跟着美国走 所以中国一下发展起来了 对 那当年毛泽东决定跟苏联走 所以说北京本来是 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叫摩都 后来变成红卫兵的天下了嘛 是 整个中国经济就陷入万劫不复了 那习近平其实在重复毛泽东的悲剧嘛 没错 那其实习近平周围的人 他们不是从历史上学到毛泽东 他们的 对没错 这些人 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有一些良知的话 也要考虑一下这个 该总统的建议嘛 那没错 我觉得中国要回来以后 俄罗斯在很多国家都占了很多领土嘛 对 我估计中国中国把希伯利亚这边要回来 那日本马上鼓足勇气 至少北方四岛可以邀回来嘛 没错 对 所以如果要找回自己的盟友 最快的方式就是重新设定你的敌人 在过去这几年 其实走错路每个人都会有啦 所以我觉得这个习主席 你也不用太觉得这件事情可耻 有时候听一下赖总统的话 其实还是蛮受用的 对就是其实 我不知道我们这样子 这一词这样聊下来 大家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很多人在重新看待历史的时候 他好像有找到一个报复的力量 其实包括台湾 一个这么温和的土地了 还是有很多人在讲日本历史是说 我们曾经在日本统治时期被屠杀多少人啊 然后讲说这个美国也曾经想要进攻过台湾啊 但是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那都是在上一个世纪当中 我们认为不对的事情了 我稍微插一句 就是说现在网上非常多的留言 包括我在我的脸书上留言是都说 日本人屠杀60万台湾人吧 这个说法你听过吗 有这我听过 然后他们说的是在日本的当时 刚1895年的时候 有一个第一书代民政长官 他像说像日本天皇提交的报告 说台湾的人口 然后十年之后 这个人口普查 台湾人是好像少了60万 然后回去中国的 日本有一段时间让他们回宫 回去中国只有几千人 所以减少这60万都是日本人杀的 这个道理 后来我也专门查了一下 就是日本刚在台湾上路的时候 到处都是抗日武装 到处是瘟疫 所以说根本不可能做人口同查 而且山上的各方面原住民 各方面的 他日本第一次做人口普查 是十年之后那个数字 对1905年 对对所以上1895年 那个数字绝对是别人编的 另外一个天皇是同耳不治 也不可能交给天皇的报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数字 应该是带别人杜撰出来的 他如果交给首相 那这个谣言还比较可信一点 对对对 另外一个如果屠杀60万人的话 那到现在才100多年 对 一定会出现大片的遗骨出现 没错 因为如果集体的屠杀的话 那个骨头是很难 就是说消化掉的 是 那现在一定能够挖出来的 对啊 那个几百年前林爽文事件的遗骨 近期都还可以找得到 对对对对 何况是1890年代的 而且还有一点 就是当时日本来的时候 就解决了台湾的瘧疾问题 对 虎猎拉病毒祸乱的问题 对 还有鼠疫的问题 对 这些东西是当时中国沿海地区 特别盛行的 然后因为两岸当时的交通很繁荣 所以这些病毒都进来 也是靠日本这个时代 一个知识的 对 不好意思再插一句 这个有一个 就是在台湾 有一个这个明示员二郎 他是葬在台湾嘛 是 还有一位总督的母亲 也葬在台湾 就是茂木 那个奶木西点 奶木西点 奶木西点的母亲 本来是明智天皇的老师 是 然后他要去这个 赋任的时候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嗯 然后 奶木当台湾总督 他妈妈要跟着去 明智天皇亲自劝他 说您这么大岁数 不要去 台湾这各种瘧疾很严重 对 然后奶木西点的妈妈说 他说台湾那个地方 有很多女性都缠足 嗯 他这个怎么说呢 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的习惯 是 我要去 把我的脚给台湾的女性看 嗯 然后让他们这个 这个抛弃这种恶习 是 这个 然后就因为这个去 然后但是说 真是到几个月之后 就得孽局都过世了 然后奶木西点的母亲 就葬在台湾 所以说 我觉得当然日本对台湾 确实有屠杀了 就是特别原住民 有很多 这个确实有 但是同时 日本不是来杀人来 他是确实想 统治台湾来的 没错 否则就不会让他们的 这个育人亲王 还在1923年的时候 来台湾 完了12天了 对对对 对啊 因为我是觉得 如果读历史 我们单纯是要去 诉诸一个仇恨的话 那读出来就很没意思 那相反的 我觉得可以把过去 我们认为说 哎 这好像是绝对正确的 像说 汉无地时代 金戈铁马 早空戏域 北伐匈奴 你反过来再想想看 如果要出兵 动用几十万大军 然后在一个 大蘑菇烟值的地方 几十年回不去 那些可怜的战士们 他们要牺牲的代价 有多大 我觉得 很多时候在读中国史也好 好像很多人都会站在 统治者的角度 所以你读到什么 金刀记 推恩令 千古阳谋 你会觉得 哇好过瘾 二逃杀三世 这个搞封建 然后慢慢的变成 中央集权 觉得很棒 可是 我们其实如果活在 那个时代 可能都是被打压的 我们知识分子不能讲话 我们不能凭借的良心 我们只能服务于皇帝 那甚至你知道 读历史的人 其实最不应该去 歌颂的人 就是汉无地 因为汉无地 对读史的人 是最不客气的 司马迁的下场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但是 也有一些台派的朋友 会问我说 你怎么一个台派去讲中国史 我也要特别澄清一下 实际上我认为在台湾 无论对那个国家的情怀 叫大陆寻旗 还是说我们现在很担心 他会对我们发动零去攻击 其实对他的理解 我觉得还是不太够 我们公司要用一个人 都会看他的履历跟经历 然后我们现在要跟一个国家 无论是当成对手 还当成朋友 不管 我们至少要知道他的历史 所以我才觉得 在这个关键的时代里面 我们应该要更多人 一起来书写中国史 对 我觉得中国历史就是 一部 英雄史观 突出一些英雄 其实大家都看到 什么赵子宫长板婆 七进七出 什么张义德 怎么样 如果回到历史时空 我们估计大概率是 跟着游被逃亡的难民 没错 对 我们不可能是张飞 不可能是赵子宫 对不对 所以说那些人是很惨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现在台湾的历史教育 想要给小孩的一个 新的不一样的发想 就是说 在一个历史事件 发生的当下 其实都会有正反甚至多方的角度 对 但所谓的正方粉方 不一定代表 他们就绝对的正义善良 或绝对的邪恶愚蠢 是每一个人 他要每一个人不一样的立场 好像说最近 台湾也有一部公式的剧 叫《听海勇》 他在讲这个台籍日本兵 然后他到了婆罗州 所遇到的一些状况 那你就会发现 那个故事很立体 你如果在那些澳洲人的角度 他痛恨死这群台湾兵了 你们仗势的背后 有日本人的撑腰 对我们的霸凌 可是你站在那个 当时的台湾兵的角度 上面日本长官对我施压 我能怎么办 那你站在日本军官的角度 就是天皇下的命令 或当时军部给我这样的要求 我觉得我的国家 一直被你们ABCD包围网围攻 我现在反抗也是合情合理 那所以一个历史 其实他呈现出来 他不见得是为了 让洗白任何一个人 还是英雄史诗化任何一个人 而是要透过这样的故事 去让我们了解 其实每一个人都活在一个无奈的状况之下 你读到这些是应该要想的是 怎么样避免最后那个悲剧发生 对 你会发现我们现在读的历史事件 其实某种程度 不是故事 都是事故 对 都是发生了严重的悲剧之后 我们把它记下来 那这些悲剧 我觉得关键就好像在看918一样 你真的不是要去讲 当时日本人好可恶 而是应该去思考 当时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像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 是不是正确的 或中华民国当时的统治技术 是不是有问题 或当时日本军部的管理出了什么毛病 或当时台湾 在大家现在印象当中好像918 这边翻天覆地的时候 台湾真的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知道吗 在1930年代 刚好是台湾民众党 正在兴棋的时候 当时的蒋渭水他们在努力推动 这个台湾人能不能自己选举 那1935年 台湾人真的第一次有投票权 就在日本统治时代 这可能跟我们更息息相关 那所以我觉得读史 你如果读到后来 是读出那种澎湃的民族情绪 那是有读的 因为那些祖先的事情 好 纵使他真的是我祖先 纵使李世民真的是我李文成的祖先 那又如何呢 我现在在台湾 也不会因此 拥有这个荒诸血统 就可以进到哪一个部门去 或者我就可以用这个身份 来霸凌别人 应该读史是要让我们 能够更加谦卑 对 我觉得其实日本人写历史的话 跟中国的角度就不太一样 中国基本上都是写英雄 在日本的更重视大时代的小人物 就是像什么滕泽周平的小说 都是一个末端武士 他的悲欢离合 他的爱恨情仇 然后呢 还讲一些失败者的故事 比较讲 失败者比较正 所谓成功人士 历史成功人士 在日本的 不管是大和剧还是小说 都是以稍微负面的影响 对 因为成功 他一定遭人恨 对 所以说出现的是比较多 我记得当年日本有一个 1980年代有一个叫景尚靖的作家 他写了一个书叫敦煌 会拍成电影了 那个敦煌就是写的 当时西夏就是敦煌的文物的 也是写了一个小人物的故事 对 跟宋代的对决 对 然后那个照片 那个电影在中国 引起很大的轰盾 就是在中国人看历史 从来没看过小人物 都是英雄 对 然后中国人都期待着 这个人是不是后来这个 做个皇帝 对不对 都是有这种期待 中国人 然后这个小人物后来就 淹没到历史当中去了 对 他只是保存一些文物 就是这样这一点 很多中国人那是不能理解的 是 怎么交代的 没头没尾 这个人好像后来也没有造反成功 对 我近年来中国的这个历史电影 我觉得 原本有看到这一点趋势 就是他们愿意把镜头 放在小一点的人身上 像说2010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做大明杰 是由我们台湾的一个导演 然后兼演员 他去演孙传婷这个角色 对 然后对上的是当时的一个衣冠 然后就是看到大明在灭亡之间 瘟疫到来了 然后人相识 但是那些达官贵人 还在想办法吸干这个国家最后一滴血 是开始有这种趋势 可是这几年重新又回到宏大叙事去了 对 又开始来高唱英雄主旋律了 所以我之前常常在看那个 以前有一部剧到康熙帝国 对 然后里面就是最后的那个片尾曲唱说 我真的好想再活500年这样子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心里想说 如果康熙再活500年 对 这个中国人的生活 应该只会更惨不会更好 对对对 但是说真的 现在在中国当这个国家主席的 说他是康熙也是康熙 也是 他的出个能力差一点以来 对对对 也是下不来 他的想法也心 基本上也属于一些康熙帝 不过康熙至少还跟俄罗斯签那个 逆不出条约 对 还是跟他达成一个和平 然后能够对等的关系 但是现在这一位好像看起来蛮愿意当附用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我就是中国现在的整个的历史教育就出现很大的很大的问题 另外一个在台湾有很多人附和吧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这个是把中国的历史当做一种统战的武器 我觉得这个这个是一个很糟糕 就是动不动就说数典忘足 是 其实真的数典忘足 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上 这个对数典忘足 其实换句话就是主线崇拜 是 主线崇拜就是给人一种土著人那种 那个没有开化的人的想法 原始社会时代会出现的特色这样子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最糟糕的是说 因为对那个国家的崇拜憧憬已经远远超越他当前的事实 所以让台湾还有一群网红 年轻时代 这才最危险的 去煽动说年轻人可以尽量去啊 你都没有去看过那个国家 你怎么会去批评他 而且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很 对这个年轻族群有号召力的人 因为他同时是一个LGBT 然后同时是曾经跟蔡英文一起合拍过影片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其实中国真的安全吗 我觉得大家如果看最近这个旅游局给我们的警告 已经到橘色了 就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对对 我觉得中国有一个崇尚古代崇尚古人 从什么孔子 孔子就是说古人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对 按照生产力和人民的生活的这个幸福指数来说的话 当然是越古代 其实人是越惨的 一直传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对中国传统总认为古人想的好 对 就是我估计台湾也有嘛 就是老中医 对 或者是什么宫廷秘方 那是好的药嘛 没错 但是你想清朝的皇帝 平均寿命大概不到30岁 对不对 你说这些宫廷秘方 害死多少人 没错 而且台湾其实也很跪谷见经 对对对 现在每次我在看那个网络上 只要讨论吵架起来 都会讲一句话说 以前的台湾多好 以前治安多么良好 然后以前大家都不会这样乱吵闹 戒严时代就是最美好的年代 可是大家只不过仔细去看 十大枪极药犯的年代 是1984年了 是你们最崇拜的蒋经国在执政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对蒋经国的神格化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况 对 所以所以我觉得台湾人还是在这种中国的宏大历史属观 很多人把蒋经国当圣人嘛 对 没错 我觉得这个让别人都走下神坛 像柯文哲很快就走下来了嘛 但是蒋经国到现在还没有走下来 是 孙文也没有完全走下来 就是孙文很多人是不能批评的嘛 对 那个蒋介石因为作孽太多 蒋介石稍微可以这个客观评价一点点 不过最近桃园听说在双十国庆呢 在这个大历临请举办音乐会 我觉得十分的讽刺这样 对对对 另外一个现在我没有太注意心 好像又有一群要给父母洗脚的活动嘛 对 现在在总统府前面嘛 都是国民党主办 这是中国的24校传下来的想法吧 对 其实如果大家回去看24校 你会发现每一篇都是神话 对啊 而且我当年在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还真的去看那个王翔卧冰球里那一篇 到底他的始源来自于哪里 对 如果跟大家讲完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完全就是马屁文章 对 因为他这一篇的文章要书写 他一定要有一个参考 那他参考的是一个叫甘宝的人 写的书叫禁忌 那甘宝可能大家对他更熟悉 是因为他写过一本书叫搜神忌 他写鬼故事的 对 那甘宝当年为什么要写王翔卧冰球里呢 因为他当时的老板叫做王导 那王导是王与马共天下的那个宰相嘛 对对 那王导的族书就是王翔 所以我要吹捧我的老板 如果我直接写他太露骨 我就说他们家的家照真好 从以前就是出孝子良将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就写他的好话 后来就被当做二十四孝 在元代的时候流行 元代又是一族统治 他要塑造很多这种形象出来 叫你乖乖的听话 我觉得最可笑的是 台湾已经民主到新天了 居然会把当年的样板文章拿出来 就好像现在台湾人完全说活雷锋的事情一样 我觉得是蛮荒谬的一件事 所以说我觉得台湾很多价值观的混观 我觉得比如说让子女 就成年的子女给成年的父母洗澡 而且在公共面前表演嘛 对啊 这个在全世界的任何的文明国家 看起来都觉得怪怪的 是啊 我是觉得你一起帮父母洗脚 不如帮他们洗碗 或者你更厉害一点 如果你的父母姓陈跟姓陈 你可以想办法帮他们洗钱 对 对 我觉得确实 这个就是说 我觉得陪伴父母很重要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跟听他们聊天 听他们倾诉 这很重要 但这也不是在外人面前表演的事情嘛 是啊 就是如果你看一个朝代 他过度就去强调笑 是反而代表说 这个朝代他充满各种不笑 像说 汉帝国不是号称叫以笑之天下吗 对 那你仔细去想想 汉帝国的那些父子之间 到底有没有存在真正的亲情 汉帝是发动乌骨之祸 直接把自己的儿子给灭掉的 对 然后扶上来那个刘弗林 才八岁而已 然后为了要保证国家安定 再把他的母亲勾育夫人给刺死 一个不忠不孝的王朝 一个不忠不孝的社会 才会去特别强调这些表演性质的东西 一般强调青年的政治上 我都是不太青年的 对 所以这点 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 没错 所以说我觉得在台湾也有很多这种混乱的价值观 特别是不正确这个学习历史 中国的很多的神话传说 或者是一些反科学的 反人性的各种各样的故事 对 然后到现在还好像是这个中华文明的这个伟大的这个流传 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 这样的人非常非常多 没错 包括还有一个仇视外国人 对 对 这个孙中山说 就什么 一定要跟这个凡事要跟平等待我之国友好 对 但你自己国内都分三个 自己对待自己都不平等 对待自己的国民都不平等的话 别的国民没办法平等对待你 就以前不是元代有所谓四等人制度 你会发现这一套系统在当今中共 还是在执行啊 他们现在不是有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 彼此也是互相歧视看不起 就是像河南这个地方 他不是无论去到哪里都会被外地人觉得 他们一定是搞诈骗的这样 而且就是最重要的是 他是没有户籍迁徙制度的嘛 对 就是我是河南人的话 我是如果我是河南的农村户口 是 那我一辈子就注定我要被歧视 没错翻不了身 这个是你没办法 比如在台湾 你是乡下 你住在哪里 你觉得地方不好 你搬到台北来 你只要不说你的出生地的话 你就是台北人嘛 没错 而且台北人只要你租的房子 你就完全 户口也可以签过来嘛 对 我觉得这个 搬迁的自由 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但是在中国是完全没有保证的 对 迁徙啊通讯啊言论啊 这些基本的东西 在这个国家都没有 对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真的唯邦不入乱邦不去啦 我们这里又有一个台湾的大学生 在毕业之后 去到那个国家 对 好像消失了 对我觉得这个是 而且我们看到他就是先到上海 然后再到合肥嘛 我认为他是在就被卷入了某种 某个骗局或者某个事件啊 因为去上海 第一次去中国的人 嗯 就是马上去合肥的几率很少啊 对啊 除非他是李鸿章的铁粉 对对对 除非他有一些特别的理由要去合肥 应该是合肥有人找他嘛 的感觉 就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到中国去 如果人失踪的话 你找都没办法找 对 而且他衡量你 有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标准 是很宽泛的 对 他甚至可以调整 所以不要让自己置身于险境 对 好那今天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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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